除了本地一些個案,在廣州、荔灣、荔灣都有個案 這個廣州、廣東省就會納入中風險的地區 就由明天開始,就像其他安徽、遼寧那樣 經回港議就不可以經廣東回香港,會停了 這個詳細的情況,我知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適時公佈措施